原标题 图说历史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到底有多疯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气功热最为旺盛的时期 当时的气功不仅受到许多民众的追捧 甚至在科学界卫生界也得到赞赏 那么这一场如今看起来十分荣唐可笑的热潮 在当时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森林大火 第二天明道一时的气功大师 延新收到了一份紧急邀请 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 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基于支援 落款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延新大师在气功研讨会上讲话于是 延新把自己封闭在火灾现场 两千公里外的一个小梁楼上 开始发工 随后抛出一句预测 三天后 我是开始环警 几天后 在官兵的奋力扑就下 大兴安岭的大火全部被扑灭 大师似乎真的发挥了作用 媒体报道了这一状局 无数言心的学生为之魂呼 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大师的崇拜 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 形成了一种猛烈的气流 席卷各个地区 各色人等 1993年底 在北京庙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 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国 据说 该国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 达成千人感应 在这个气功热时代 出版如此的怪异场景在全国可见 1989年冬 北京地坛公园 人们努力练习 当时热门的罗汉工 1986年10月 中国南极考察队队员 在科考业余时间练气功 八十年代 北京地坛公园练气功的人 八十年代 社会上称练气功可以减肥 一名六岁 体重47公斤 身高120公分 那小男孩在练气功减肥 八十年代 气功师正为美极英语教员治疗 1987年 气功与电子相结合研制出了电子气功师 据称可治疗颈椎肥大 腰肌劳损 关节炎 头疼 心肌 近视炎 失眠等二十多种疾病 一名近视女子 正在使用这种仪器治疗眼病 1986年 一个研究所正用发明的气功人工激发系统装置给病人治病 气功逐渐成为一种特异功能和魔术 徒伟1987年 医生正向准备手术的病人发送外系 进行气功麻醉 1987年一月 一位气功大师利用气功为人催眠 在各种大师的表演现场中 观众表示感觉到了 没心热了 甚至旅有传说残疾病人站起来了 徒伟1992年12月 气功大师用东国龙神功为人治病理疗 1987年11月 气功师运用内功 发放外系 接受者情不禁的手舞足道 徒伟1990年4月 练习童中功的女子 因其练功姿势 四立地童中得名 据称徒佑男子 练童中功之一月 便可格助推人 在气功热期间 不少气功大师都有治愈外国政要的传说 徒伟1987年3月3日 以气功 典学治病而闻名的朱贺廷 为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顿西夫治疗高血压和糖尿病 据称 他还治愈过一些有人的糖尿病 怕金森是症 偏瘫 肺炎 白内障等 气功逐渐开始取代传统的医疗手段 用不打针 不吃药的手段治疗疑男杂症 徒为1995年5月 气功大师独创 还同工点学疗法 不打针 不吃药治愈糖尿病 学员们正一字排开 互相按摩点学 1995年5月24日 李正宏中 在治疗糖尿病 气功 汤柱班上 为学员做 还同工示范 上世纪80年代 北京一公园内练习工的人群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文革纲结束不久 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奇异的世界 那是一个小道消息横行 谣言满天飞的时代 一个全民疯狂 头脑发热的新的造神时代 那个时候中国民间最高的神 不是观工和观音 是海登法师和超人张宝 圣那个时候最流行火爆的表演 会报告会不是歌唱明星和学术大师 而是带领全体听众一起全身发抖的各类气功大师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运动是全民练气功 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自发舞琴戏 贺翔庄 后来是香功 鼎盛时期气功迷恋者达到六千余万人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杂志和文学作品是特异功能研究的 最流行的电视剧不是日剧 韩剧 泰剧 而是有关少林传人 民族英雄 二指禅神松海等法师和特异功能超人张宝胜的 特异功能热甚至影响到少儿领域 一部宣扬少儿特异功能的电影霹雳贝贝 就是这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产生的 在已经破除封建迷信的文革后时代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令人费解的社会怪象 值得我们反思 气功 海等法师 张宝胜特异功能 的产生 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 全民气功热 1979年中央领导人接见气功汇报团并 观看气功表演 1981年中国中医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国防科工伟张震环将军任理事长 1988年世界医学气功学会在北京成立 卫生部崔岳黎部长任会长 1986年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成立大会上前学森 赵浦初等名人做了大会发言 1981年中国中医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气功热开始向全国蔓延 徒为1981年3月4日至4月1日 中国武术硬气功演出团访问英国 徒为伦敦各报的摄影记者 为中国武术演员拍照 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是多重原因促成的 二战后苏联和美国都曾为军事目的进行过人体 特异功能和超自然力量研究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方和科学界 出于军事国防的目的 一些高层人士明确支持特异功能研究 文革留下两个重要遗读 各人崇拜河 浮夸风 文革的结束 人们急需树立新的偶像来填充 于是海登法师 超人张宝胜 这样一批被神话的大师出现了 徒为张宏宝 1987年创办中华养生一只拱 简称中宫 在鼎盛时期 中宫仅工作人员就达十万之众 弟子号称数千万 张宏宝套卖气功录像带 录音带 出版练功书籍等很赚过一笔 田瑞生 相公创始人 自称特异功能很多 发气时芳香飘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1995年9月 这位治愈了很多人的 具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 自己却因肝癌病死在洛阳家中 其子被警方逮捕 伴随着文革结束 一些农业和工业奇迹破灭 人们仍渴望新的奇迹 于是把浮夸封刮 到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场 渴望出现新的奇迹 伴随着报纸文章的每一次转述和被借用 事实都被再次夸打 人体科学的神迹就出现了 1979年3月11日 四川日报发表通讯员高旗 丁仙发 记者张乃铭的报道 大足现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 省有关研究部门仪采取措施 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研究 这标志着当代特异功能运动的开端 科技和医疗水平的落后 及生活不富裕 疾病乱投医 被夸大的气功健身治病传说 给很多普通民众带来了希望和寄托 于是人们纷纷投入到修炼气功治病健身的这场全民运动中去 教育程度的普遍落后 娱乐休闲活动的匮乏 国门打开带来的自卑感等等 也是气功热形成的因素 感应超美的口号远远没实现 当时的气功、中医、特异功能 被整合为人体科学 从所谓的人体科学上取的新突破和超越西方 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唯一寄托罢了 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化、特异功能热 在社会上不断的酝酿 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 某西功修炼组织 后来由于其强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形式 最终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末最大的的邪教组织 且开始试图对政府施压干预政治 随着邪教组织被取缔 中国大陆形形色色的气功 神功热化特异功能热 最终彻底破除、消失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社会根源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这些社会怪象 应成为我们的历史教训和借鉴 愿疯狂和愚昧不再重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查看更多货